Hello,大家好,本节课我们来讲一下如何对音效进行控制 这里我用UGUI做了一个简单的音效控制面板 如果有同学对UI不太了解的话,可以参考目科网之前相关的课程 在这里我将我们的音效控制分成了两部分 上面一部分是我们的音源控制 下面是Audio Maxer,也就是调音台的控制 在之前的课程中,我们已经讲解过如何用脚本对声音组件进行控制 那么本节课我们的音源控制就采用UGUI的方式 这种方法要简单的多,只要我们拖拖拽拽就可以完成 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背景音乐的控制 我们先点选住 然后在我们简式面板中的onValueTrended面板中拖入我们需要控制的组件 我们的Audio Source 然后选择一个方法 这里是要控制它的背景音乐,也就是音乐的开关 当然也可以用静音的进行控制 这里我们采用静音的方式 同样的我们把混响开关和这个音量都加上 用GUI控制就是这么的方便 当然在音量的后面我也添加了一个小的tags组件 用来显示音量 下面我们来简单的运行一下,看一下实际的效果 首先把我们的convers先关掉 在程序里面我加了一个面板的开关 就是我们的一键 如果我们按下一键,面板会弹出来 再次按下会关掉 我们走到这个音源的混响区 然后打开我们的音效控制面板 然后我们勾住的话就是静音 这里这个背景音乐显示不是很合理 一会儿我们改一下 取掉呢就是不是静音 然后是我们的混响开关 会切换我们的混响效果 当然还有我们的音量 好,那么这个呢就是用我们的UGUI来控制音效组件 那么下面这块呢是我们的AudioMax的控制 我们呢先建一个AudioMax 把它命名为ManAudioMax 然后进入 首先选择我们的AudioSource组件 把我们的Grups呢 添加到我们的Output 回到我们的Grups 然后 点开我们的Master 我们给它添加一个简单的音效 在这里我们只对方法呢进行讲解 所以没有添加更多的效果 如果大家有兴趣呢 可以在下面再添加更多的效果 那么添加完以后 在对应的参数上点击右键 将它添加到脚本 我们看左边这个控制面板 我们只是对其中的五项呢进行控制 一个房间的高频 还有一个房间的低频 散射度 还有一个密度 添加完以后 在我们的参数面板 将这些参数呢重命名一下 按F2或者双击呢 可以进行重命名 第一个是我们的入母 第二个是密度 第三个 低频 第四个是环境的高频 第五个呢是散射度 然后选择我们的Audio Source 给它添加一个脚本 Audio Panel 我们通过控制这个Audio Source的 Output呢 也就是这个Master 通过它的一个方法来设置相应的值 我们打开脚本 编辑器 首先需要得到我们的Audio Source组件 叫ADS 在程序启动的时候就先得到它 在这里呢 我们通过滑块来控制 首先我们需要引入Unity的UI和Audio 然后我们得到滑块 一个入母 PublicAudio Slide Slide 散射度 密度 然后我们通过Audio Source 它的输出Audio Maxa Grub组件呢 下面有一个Audio Maxa的setBloat方法 来设置相应参数的对应值 里面的字符串呢 是用我们刚才设置的 在我们Unity里面设置的 这五个相对应的参数 第一个是入母 后面是它的值 我们用滑块的值Value 然后呢我们复制一下 我们把相应的值呢 复制过来 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回到我们的Unity 然后我们给相应的参数呢 设置上我们对应的滑块 第二个是我们的高频 这个是低频 然后一个环境高频 跑这儿来了 散射度密度 接下来呢 需要将我们这五个对应的滑块 它的值设为和我们的Maxer 这里面参数的组件值呢 要设置的一样 里面几个环境 它的值都是从-10000到0 下面的散射度和密度呢 是从0%到100% 它呢是采用的百分比 这里呢我们的滑块 我已经设置过了 它的最小值呢 是从-10000 最大值的是0 几个滑块呢 我都已经设置过 下面呢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整体的效果 我们先进入到我们的 因缘区域内 现在呢是走到了 混响区域 我们往前走就会走出混响区域 会有很明显的效果 然后我们按一键 调出我们的营销空的面板 可以点击打开我们的混响开关 有明显的混响效果 然后我们拖动调音台滑块的时候 它右边 正应的参数会跟着 发生相应的变化 上面是环境 下面是环境的高频 然后是低频 散射度和密度 对应的参数呢 都会发生变化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 Unity 3D的声音组件 相对于其他组件来说的话 声音组件比较简单 那么希望大家通过这次课程的学习 能对Unity 3D的声音控制 有一个全新的了解